在郊河,看到商机种植反季节山野菜,引入设备,加工拓宽致富路。 在梅河口,利用朝鲜族民居,挖掘民族特色美食,乡村有产业带动经济发展。 在吉林市,合理利用空间,葡萄小菜立体栽培,葡萄夫妻收入增。 蔬菜专家做客演播室,点评菜农关注热点,回答农民种植问题。 《乡村四季12316》即将播出。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答。 交货市松江镇临下资源丰富,山野菜,蘑菇等特色产品不仅丰富了山区人们的餐桌, 也形成了一个种旅游、美食与一体的项目。 带路河村的张军就是一个汤路人。 每年的4到6月,蕨菜、刺嫩牙、猴腿等十几种野菜遍布山林。 带被采摘后,不需要特别加工便自成风味,成了村里人用来带客的独特美食。 张军告诉记者,过去,村民们上山采野菜,多是为了尝鲜。 通常当天采完当天吃,很少有储藏的习惯。 但这次,他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尽管张军的反计销售策略反响不错, 但其先晒干、后冷冻的加工手法, 也使菜的卖向和口感大打折扣。 而若想把这些菜卖上更好的价钱, 首先就要提升它的品质。 2015年,张军便带着儿子张志远, 在村里建起了一个山野菜加工车间。 山野菜呢,就是我们早上采的, 直接先挑选。 然后上里面有那个清洗池,清洗一遍。 然后再放入那个炸菜那个锅, 热水里焯一下,出来冷却。 冷却之后装进那个包装袋里边, 直接真空包装,然后直接放入冷货。 为锁住野菜的鲜嫩, 整套加工流程被要求控制在六小时内。 在最忙的时候, 车间需要十多名工人同时工作。 而繁杂的野菜种类, 却加大了他们的加工难度。 比方说这个炸菜呢,一种菜, 蕨菜,你就得横点炸吧, 不炸它水分出不来, 最后一动完了嘛, 就好像说是有点要烂那个感觉似的。 你看,野菜你炸大劲了,它就飞了。 就是看这个菜吧, 它那个,就是胖瘦, 或者是越多越少的, 它的家中的食言都不一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 高品质的野菜即使售价翻了一倍, 仍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但如何保证充足的货源供应, 成了一道难题。 为此, 张军父子俩与村民们确定合作关系, 由他俩出苗, 并提供技术和种植基地, 到时统一收购。 随着产业规模的壮大, 张军父子俩开始着眼于外地市场, 此时需要个响亮的品牌名来带动。 油松顶子是康达拉山的一个小支麦, 上面盛产的松茸在周边地区算小有名气, 于是野菜借上了松茸的光。 想到以这个山来命名咱们这个牌子, 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吧, 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啥呢, 不然采这个蘑菇就能卖个880万的, 然后就感觉它可以给我们农村人带来财富。 如今, 大陆河村的山野菜通过电商渠道 以及来往游客的口口相传, 远销至北京、天津等地, 年销售额达400万元。 把反季节的山野菜进行加工, 以此来延长上市的时间, 菜农朋友要采取加工的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如何来考量投入和产出比呢? 乔老师。 山野菜加工应该来说, 它本身来说是咱们吉利省一个非常优势的一个项目, 但是这些年可能说是说在整个的运营过程中还存着这些问题。 那么但是现在尤其是近几年, 逐渐地涌现出一批小型的这种像类似于作坊 或者是中等小型的这种生产型企业, 它立足在整个一般来说, 它立足在山区周边, 然后做的这个山野菜的储存, 山野菜的收藏, 以及山野菜的这种加工, 以及山野菜的整个经营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整体来看呢, 现在我们山野菜的加工在咱们吉利省相对来说呢, 还是技术过于简单, 而且呢, 加工的体量比较小, 再有一个呢, 这种产量, 就是说原料的供应的问题也是附带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整个的发展来看呢, 那么除了山上采的这些产生的这些山野菜以外, 因为它山上采的必须就有人工去采, 这样人工是比较贵的, 所以这个是, 而且它有一定季节性, 除了这些以外, 那么一个山野菜的一个加工性企业, 它必须得考虑呢, 山野菜这种临下的, 或者是半人工的, 或者是半野生的这种栽培的方式, 它才能源源不断地补充你这个加工能力的欠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同时呢, 一个这方面, 你原料补上来以后, 你再考虑啥呢, 你的加工的方式和储存的方式, 那么原先呢, 我们是山野菜简单的这种那个, 能先卖的就先卖了, 然后呢, 后来呢, 变成有一定冷藏的能力了, 然后变成了真空波状形式了, 但那后来呢, 又变成盐济型的, 包括淡水盐济型的, 以及呢, 包括后来的这种干质型的, 那么实际上来说, 再往后, 往下走来看呢, 以后呢, 应该是说, 从整体上来看, 那么虽然还是有这些方式, 对技术上, 但是它有个技术的一些进步, 你像那个, 整个的这个, 除了淹水里以外, 那么这种冬干形式的, 那么能不能使用那种低温, 真空低温干燥法的, 那么它的一种回弹性啊, 燕阳保存率啊, 以及那个色泽啊, 山米性等等都好一些, 这是一方面, 再有一个在深加工产生的夜场这方面, 那么就, 我们现在山野菜呢, 只是一种初加工, 那么我们看到呢, 很多在咱们大型商朝里头, 所卖的这种这个酱菜类的,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精加工, 那么我们能不能立足的有这些资源, 同时呢, 我们又给它进行防野生的这种规模化生产了, 那么一定在山野菜的精加工上呢, 再做一些文章, 它们调配出, 适合我们广大消费者喜爱的这种口味的, 同时呢, 又具有你们东北的这种这个山野菜特色的, 这样的风味的, 那么我相信这样啊, 整体来说, 对这个山野菜的这种这个良性的发展, 是有意义的, 再有一个呢, 像山野菜本身营养价值比较高, 那么适合老人和孩子, 那么能不能考虑山野菜的粉, 将来呢, 也可以作为呢, 老人和孩子这类的消化和吸收能力, 越差的一种这个营养的补充, 这都是可以走的路, 也可以尝试, 那我们把山野菜的采摘, 作为乡村油的一个项目, 您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山野菜的采摘呢, 尤其是减合反激烈生产, 这是一个冬存季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注意呢, 就是说, 不要简简单单, 就把它呢, 做成这个一个采摘, 采完以后就拉倒了, 或者是说采完以后再吃一顿就拉倒了, 这样的话容易给整个这个消费者, 他本身留下印象不深, 一样, 我认为呢, 还是一个原则, 就是说在山野菜的深加工和精细加工上, 他不但吃了, 他采了, 但是他能看, 带走, 而且呢, 带回家, 或者送给亲戚朋友, 这对于整个这个链条的厌城啊, 对于整个链条上产生的利润来说呢, 可能更好一些, 好, 感谢乔老师的提示, 我们接着往下说, 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旅游线路,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开展了主题推广活动,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主题推广活动, 围绕餐饮住宿, 特色农产品销售, 文化体验, 生态含养, 健康养生等多种业态, 给游客带来个性化, 多样化的体验。 组织全省2000家乡村旅游业务企业, 合力打造东部山地临海, 中部多彩田园, 西部农牧风情为特点的休闲农业三大板块, 重点推出, 以合荣金达来之旅, 长春市温泉采摘休闲油, 追寻红色记忆, 共享康养通化等为代表的 休闲农业油精品陷入16条, 金达来民俗村, 柳河云岭野山深风景区等为代表的 精品景点64个。 在众多旅游景点当中, 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景点 引起了很多游客的关注, 梅河口市山城镇河南村是一个朝鲜族村, 村内的房屋样式特色美食, 吸引了游客驻足观赏品尝。 河南村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朝鲜族村, 曾连续三年被确定为吉林省千村示范, 万村提升工程示范村。 随着梅河口市全域旅游经济线路的开发, 河南村也搭上了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快车。 河南村作为梅河口市到我们3A级国家森林公园, 一个必经的一个节点。 所有的游客如果到森林公园也好, 还是到我们水源的海龙湖去旅游也好, 这地方都可以作为一个临时休息, 游玩或者放松的一个地方。 旅游线路的规划也为河南村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有力的契机。 2018年,山城镇通过申请专项资金和镇村自筹等方式, 投入资金105万元, 启动河南朝鲜族民俗养生村起步区改造项目。 改造9户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民房, 用于民俗住宿和餐饮服务。 2019年,投资133万元, 用于继续改造8户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民房。 2020年,投资90万元, 用于民宿及村里硬化。 新建村籍大食堂200平方米。 形成了一个以少数民族村为基础的一个民俗养生村。 通过改造, 已经把河南村列入全市全域旅游服务的一个示范村。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由于早年间, 河南村大多数村民进城务工, 现在,全村只剩下17户居民, 且多为留守老人。 绝大多数房屋无人居住。 2020年, 河南村开始把闲置的房屋改建成朝鲜族特色民宿。 河南村还把朝鲜族文化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 2020年, 村里举办大高节, 把朝鲜族民族舞蹈与美食相结合,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河南村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泽江来的客人都接待过, 体验东北的一个冰雪文化, 而且都乐坏了。 没见过那么厚的雪, 当年那天雪也很大, 包括煮的火炕烧得很热,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验。 人气的不断增加, 也为河南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流量, 让当地的村民也得到了收益。 其中, 民宿旅游项目的部分收益 用于建当利卡贫困户分红。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开发, 河南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很难想象, 以前这里还是一片人稀乌空的空巢村, 如今成为了旅游休闲观光的打卡地。 在品尝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游客对朝鲜族咸菜非常的关注, 有人还打听沙绅小根蒜的栽培情况。 那么从蔬菜的角度来说, 这些作物栽培的难度怎么样, 发展前景如何呢? 邵老师。 应该说, 整体来说山野菜, 它的种类类型比较复杂一些。 像一些低等一点的蕨类的这类的猴腿, 还有咱们说的蕨菜这类的。 那么它适合于, 我个人观点更认为, 它适合这种泥下防野生栽培。 一是说它和自然的生性差不多, 第二个呢, 这种摘培方式呢, 它可能成本更低, 有利于贵民化发展。 那么对于这个, 再有一类呢, 像那个像赤老牙这类的, 那可能就是你, 因为山上现在不要采了, 或者采很少了, 那么你肯定需要单独拿出一块的地, 哪怕是山盆地或者平地, 那么做一场, 做这种标准的那种反击叶生产, 那个赤老牙的母质生产这个区, 集中生产, 那么要求就是一种摘培化管理了。 再有呢, 就是说像沙参啊, 还有这个婆婆丁啊, 还有这个咱们说的小分算啊, 这是完全可以按照这个咱们正常的, 不论是反季节生产, 还是正常的季节生产, 都是可以规模化生产的。 它的相对来说呢, 整体的测算来说, 它的生产成本比较低, 而且呢,经营效率比较高, 而且呢, 适合于需求量比较大, 适合于规模化的生产。 好,感谢乔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视休息, 马上会来。 欢迎回来, 说完了特色蔬菜, 我们再来说一说常规蔬菜的种植和销售。 近年来, 梅河口市龙湾镇春明村, 一坨老菜农的种植技术, 积极开展果菜、叶菜类的生产, 并和食用菌等项目做了有机结合, 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春明村距梅河口市18公里, 202国道贯穿全村, 是当地有名的菜篮子。 近几年, 春明村有90%的农户从事优质蔬菜种植, 平均各户收入的86%来自蔬菜种植加工和销售。 年初孤产优质蔬菜2700余吨, 产值1357余万元。 春明村蔬菜产业链条完善, 蔬菜种植上走优质高效之路, 并从草害全部采取绿色防控, 85%的蔬菜是订单生产, 90%的蔬菜经过初加工进行分等包装后销售。 除了常见的蔬菜, 当地一些农户还搞起了食用菌种植。 现在产值应该是在380万左右, 销量的话现在是没有问题。 我们夏天的优质湖主要销南方市场,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加工了, 烘干成干品。 春明村蔬菜质量好, 已经被很多消费者认可, 并享有较高声誉, 消费范围遍布省内外。 随着蔬菜产业的发展, 一些农户的市场抗风险意识也得到了增强。 经营食用菌种植的照新修建了冷库, 可以把卖不掉的香菇放进冷库里储存起来, 有效地解决了香菇贱卖的问题。 现在在库里有干菇一万多斤, 我们打算在稍微回暖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出手。 目前,春明村有蔬菜种植合作社三个, 入社农户97户, 占总户数的35%。 在春明村蔬菜产业带动下, 周边农户已有500余户从事蔬菜产业生产, 其中26户曾经是海龙镇贫困户。 据了解,2020年, 春明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570元, 人均收入增加30%以上。 春明村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的形成, 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 壮大了农村经济。 乔老师,眼下常规蔬菜的生产进行到什么阶段, 最关键的技术有哪些呢? 这个季节应该是属于我们早村, 冬村茶的这个包括温食啊, 包括大鹏陆续开始上市了。 那么像典型的呢, 像咱们这个黄瓜已经上市了, 包括那些叶菜呢, 那基本上早头上市了, 冬季就有了。 那么现在是果菜类中的黄瓜陆续上市了, 香瓜马上上市, 而且呢, 早村栽培, 在冬村定制比较早的, 日光温食的香瓜现在已经开始上市了。 再有呢, 茄子, 自己的茄子和辣椒, 温食栽培的, 那么陆续的也在上市。 那么大鹏茶的呢, 结果果是鹏大气,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这个季的时候呢, 主要呢, 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呢, 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个天气变化比较剧烈, 对于我们在日常的那种彭石设施啊, 这种管理上, 那么你就得稀稀了。 那么可能今天呢, 晴天无风, 温度非常高, 你要注意的就是, 及时要通风, 及时要降温, 那么可能是今天, 温度就降下来了, 又阴天了, 那么同时刮大风, 那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呢, 适当的保温, 而且呢, 还要注意呢, 这个肥水的管理。 那么这样就是说, 它气温波动, 就是这个季节典型的气点, 特点, 那么因此我们就解合, 对外界的气温的波动, 变化来进行适当的浓郁措施的调整。 这个时候呢, 是属于陆地的小拱棚的定制期, 开背风口, 以及开的大小, 以及小拱棚的这种那个紧实度, 那么能不能这么大风啊, 乱棚啊, 吹棚了, 是不是啊? 这些需要注意的。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陆续的那个进入到五亿以后, 那么可能有的地区就开始, 这个五月上旬, 基本的开始喷尸大田出草剂了, 临近地块喷尸出草剂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关闭这个通风口, 那么关闭通风口怎么办呢, 说关闭通风口, 这样温度太高了, 蔬菜太受不了, 那怎么办呢, 建议呢, 就是开顶峰, 像温石虎开顶峰, 不开底峰, 这样的话呢, 有热散鼠街了, 不至于让外界的这个, 含着出草剂飘进来, 这是一个, 如果大棚呢, 那么大棚怎么办呢, 把迎峰面的一侧通风口关闭了, 然后把背部一侧通风口打开, 这样也就是说, 让出草剂不至于直接飘落这个蔬菜表面, 而且这是一个关键, 好, 感谢乔老师的提示, 的确蔡农想要获得较高的效益, 必须掌握先进的技术, 吉林市丰满区果农, 梁健, 刘海月夫妻俩, 被村民称为葡萄夫妻, 为了提高生产和经营的水平, 夫妻二人又打算上学了。 桃花水流过, 坡路上有些泥泞, 一听说有客人要来, 李海月找出了十几块木板, 垫在了泥路上。 通常来帮我们来看一看葡萄的长势啊, 还有那个用的肥啊。 刘海月介绍说, 每到葡萄生产的关键环节, 吉林市园艺特产协会的科技人员, 都要过来进行指导。 每到这个时候, 刘海月都会提出关键的问题, 一点也不显外道。 我家这个蜜汁这个品种, 它有时候就是烂眼子了, 这就不发芽了。 产量给它过剩, 积累养分不够, 在家防寒前湿度大, 就出现烂芽的现象。 秋天采收完之后, 要补充肥料。 在交流过程中, 刘海月发现, 和以往科技人员下乡服务的情况不同的是, 吉林市职业农民培训方面的老师也跟着来到这里, 而他们更关心葡萄园的经营情况。 市里有三个大烧市, 上午这实地考察, 完了也尝了咱这个果的品质确实好, 完了签的合同。 温市的五月份, 六月份吧, 能上市, 大地的七八月份吧, 这个价格刚下来的时候能达到, 批发的话十五块钱左右, 大地的下来的话也就是三四块钱。 三栋温室, 两栋冷棚, 三五亩地便于管理, 有机肥可培育出优质水果, 这让葡萄夫妻有点小满足。 可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 其他的葡萄种植户也开始描向商超市场, 两姐夫妻独一份的反击葡萄, 也面临较大的冲击。 在这种大趋势下, 如何保持较高的收益, 是他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老师提出的建议, 刘海月亮口子非常认同, 但又比较迷茫。 这种经营模式涉及的内容和知识较多, 普通种植户怎么可能一下子掌握呢? 此时, 农广校的培训计划给他们一下子捅开了窗户量。 还是没参加过咱们农养校组织的培训, 我想的未来也要参加这个学习。 这次老师进棚指导, 让葡萄夫妻提高了对品牌经营的认识, 更让他们高兴的是, 又多了一个展示他们成果的平台。 葡萄醒棉期升温的时候就种上小白菜, 然后春节左右上市, 价格也挺好的。 尤其是这种果树和蔬菜的这种建作, 我觉得对我们下一步的培训课程设置有了一个新的启发。 可以学习技术, 展示成果, 还能和同行交流。 刘海月亮口子对职业农民培训的关注度提了上来, 抓紧时间报名, 争取快点上学。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供求信息。 公主岭大岭的何春刚朋友, 有五万斤左右的大红皮萝卜打算出售。 这些萝卜皮量紧张, 单个重一斤到两斤半左右。 三毛五上车, 谁要是看着相应的, 那就抓紧联系联系呗。 联系电话是155-9003-9235。 白城淘北的赵昌顺朋友, 打算出售一万多斤的四六红花生。 这四六红可不简单呢, 作为地理标志保护标志产品, 那可是咱吉林农民的骄傲啊。 谁要是帮着销售了, 就是在为品牌推广, 贡献力量。 联系电话是138-4366-6773。 一通的朋友有温室大棚15-19栋, 每栋的面积是850平方米。 棚市种植、养植、扣蘑菇都行, 寻找合作伙伴, 或者对外租赁、交通便利, 距离公路50米远。 联系电话159-8169-8077。 这位朋友打算求购老长春12-15马力小四轮, 要求车况好, 位于公主岭周边。 春耕大忙呢, 人家肯定急着用, 所以要是出售, 还请趁早联系买主。 联系方式136-6448-9399。 发布两条水稻出售信息, 得贵插路口的朋友打算出售有15万斤的小粒箱水稻, 联系电话是132-3440-6094。 联小红朋友打算出售稻花香水稻5万斤, 及稻花香大米, 联系电话是182-4326-6787。 正在目前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记者刘佳了解一下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刘佳您好。 您好主持人, 最近大伙都知道养牛开始有补贴了, 那这补贴到底是补给谁的, 又是怎么补的呢?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123-46的梁琪老师, 来给大伙做一个解答。 农民朋友最关心的就是是不是养牛有补贴了? 那么回答是肯定的, 养牛确实是有补贴了。 那么这个补贴是不是要农民想的, 我养的商品牛都有补贴呢? 不是的。 那么省里给养牛的补贴, 就对养牛大限的奖励补贴, 也得是你养的数量经过统计, 然后上报核准, 养牛基临省前十个县的养牛大县里有补贴。 这个恐怕什么时间统计, 什么时间给这个省里会发布这方面信息。 基础母牛这方面, 从国外引进基础母牛的, 达到50头以上的, 每头给补贴3000元。 这个一个企业最高的只补给500万, 这是有限定。 然后呢, 从这个外省引进基础母牛的, 得建毒了, 那么每头呢, 是给补贴1000元, 但是数量也得是50头的, 达到50头的, 这样才, 一个企业最高的给补贴是200万。 那么总公牛这方面呢, 就是从国外引进总公牛, 得符合农业部的总公牛的这些个标准的, 每头牛是给补贴1万的。 总的吧, 养牛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说农民养牛, 你能不能拿到补贴, 你关注当地政府你发布的信息, 你那个是不是养牛大县, 这个汇集政策能不能汇集到呢? 听梁老师这么一说呀, 我们的养牛户和养牛企业可真得注意了, 要及时关注一下我们当地政府的各种动态, 只有这样啊, 有什么情况我们才会第一时间知道。 好,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吉林的沈女士咨询, 瓜羊白粉病有特效药吗? 如何治疗效果好呢? 这个季节呢, 是典型的这种彭石的瓜羊的白粉病呢, 开始这个大量发生的时候了。 实际上来说呢, 所说的特效药呢, 是白粉病啊, 容易尤其是它和我们的栽培管理措施啊, 以及和肥水管理措施啊, 以及通风呢, 以及彭石消毒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应该是说呢,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种药呢, 现在在我们整个这个生产中比较常用的呢, 那么像一般来说呢, 定线菌胺, 密菌脂, 密菌脂, 这类的, 比如说耐菌胺, 这类的, 相对来说呢, 比较好一些。 但是它注意呢, 就是所谓的好和不好, 它也是相对的。 而且应该是说呢, 解合药呢, 一些轮换的使用, 但同时呢, 也解合呢, 你这个彭石的这种浓郁管理措施, 那么像一些, 你的水分管理的时间呢, 水分量呢, 同时呢, 你这个脂植的调整啊, 就是掐肩打岔啊, 有很多现在, 后期呢, 你不掐肩不打岔, 让脂植自然生长, 而且呢, 这样的话说为了神功,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一旦发生了以后, 它极其不利于这个白氟病的, 白氟病的那个防控, 因为呢, 瓜羊太厚了, 而且打药也打不透, 通膜性很差, 所以一旦发生, 你的病原菌呢, 不能通过打药, 得到有效的控制, 这样存在着循环前染, 这样的话呢, 就很难做了。 下面是永吉的网友咨询, 黄瓜卷叶是什么原因, 应该如何治疗呢? 应该是说呢, 黄瓜卷叶呢, 它这个考虑呢, 就是说一般来说呢, 叶超兆, 那么也就是说叶源受损了, 那么就说卷叶呢, 就是外户就往下, 往下, 往下呢, 可能是低温导致的, 往上呢, 可能啥呢, 是你使用的这个叶面肥呀, 或者是农药啊, 或者是你使用的上氧调节剂呀, 浓度过高, 导致的叶源受损了, 但是呢, 整个叶子还要涨, 所以形成这个往上卷的这个现象,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还是呢, 由于你在整个农业管理做事中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